我比賽前有時候會這樣拍幾張臉 拍醒一點 我七歲半就開始了游泳 去到哪裡都說想去找個泳池 玩一下水 所以就開始學游泳 我小時候就比較小膽 我覺得陸上的運動都比較危險一點 我覺得游泳在水裡的安全感是有多一點的 我當然踏到那一刻真的很激動和很開心 我本身有想過可能游到2分12左右 但結果游了2分10 所以我都很驚訝 我一直都很喜歡游泳 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在游泳這方面 花了很多時間和心機 是每堂強度到最後 快堅持不到那時候 我怎樣都要頂下去 是最辛苦的一刻 有時候又試過衝到 本身沒事都會衝到無故肚痛 犧牲了很多休閒的時間 例如朋友他們都出去逛街玩的時候 我就在家休息中為了準備練習 我從早5點起床 見過5點半至7點的早睡後 就回到家吃完早餐 可能9點左右就睡一次覺 12點起床吃一頓飯 然後休息一下 下午4點到7點又來練習 然後回家吃完飯又休息了 因為讀書實在不是很堅固 所以我都休了學 今年2月開始 暫時10月牙運完後會回學 我希望在我的單人項目200倍 可以進入最終 希望可以再化多一點點 我想2分0、7、0、8會是目標 我覺得一定要堅持 不可以放棄 加油 成功 成功 回家